首先我們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個WebDuno 那一般來說的話 各位可能有些人也許有聽過像那個Arduino Arduino的那個板子 那WebDuno其實就是Web加Arduino 也可以這樣講 當然原理上不大一樣 可是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就是Arduino部分主要是以C或C++為主 再來就是開發環境當然就是Arduino的IDE 所以它基本上是要連在電腦上 因為它需要做一個韌體的騷擾 所以不管你是用Blackly就是那種積木式的程式 還是用ArduinoID的方式開發 基本上就是要把它寫好的韌體就寫進去 那它好處當然就是它是單機版 所以走到哪裡只要有電它就可以運作得不錯 那麼WebDuno呢就是跟網頁就比較有相關 比較有相關 因為它的原生程式我們就是跟HTML跟JavaScript 跟JavaScript 所以相對來說它不需要做寫入的動作 它沒有做寫入 因為它是在Server上 就好像我們在看網站一樣 你Server有運作那我就可以就可以運作 所以你寫完程式之後 其實對它來講就是立即更新 因為我只要再重新執行一次就好了 就不需要 那相反的它就不像Arduino 我單機執行就好 它需要網路 所以就像今天各位一樣 我們需要透過網路才能夠來控制它 所以它網路可以是說它的優點 也可以是它的缺點 就看你要用在哪個地方 用在哪個地方 它的連接方式基本上主要就是透過Wi-Fi 那透過區域網路的Web Sounding也可以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因為現在都另外一個名詞大家也常聽到 叫做IoT 物聯網 對不對 雖然Arduino部分當然你可以加上Wi-Fi晶片 讓它連上去 但是相對來說它總是在透過一層 那麼Webduino這一塊就是因為它原生就是這一塊 所以Webduino您在我後面會看到 我們在多個裝置之間的互聯溝通 在多人控制或一個人控制多個裝置之下 相對會變得很簡單 因為我們網站本來就是多人共同連接 連續上去看的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給您了解一下說 這個Webduino 那目前我們Webduino這一塊呢 它總共有四種開發板 各位現在拿到手上的就是我們第三塊 就是Smart這一塊 Smart這一塊 所以你可以知道應該它是最小的 那麼前面這個Fly 這個是比較早 在早比較早的 當然現在也是有 可是相對比較大 那另外一個馬克一號 就像各位現在看到我手上這個 這個就是馬克一號 這就是馬克一號 所以也不會太大 對不對 那我們Smart跟它比起來 再小一點 跟這個比例差不多 那最近它又推出了 最右邊這一塊 就是所謂的Webduino Bit 不過不好意思 這個真的是 跟另外一個 英國BBC的那個Microbit 是一樣的 可是呢 它一樣的 就是它就具備Wi-Fi 所以 等於說那個 因為像這個部分 都是屬於所謂開源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開發 只是 它最近也加入這一塊的行列 這樣 那這樣各位就知道 我們開發有這四種 那麼我剛剛講過的 因為它是網路 透過網頁的方式 所以 你不管是一對一 一對多 還是多對多 我們要做 裝置之間的互動 人員之間的互動 跟裝置之間的互動 會相對比較簡單 相對比較簡單 那 您可以看一下幾個 Webduino的控制方法 那您進到簡報裡面之後 這個點進去都可以 點到那個 YouTube上面去 所以 您可以先簡單看一下 各位手上應該有LED燈吧 有嗎 有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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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Smart上面有 對 對 但那個燈跟我講的不一樣 哈哈 沒關係 好 好 像這個 剛剛有人在用人臉 顏色它也可以追蹤 那這個是公開的 就是Open Source的JavaScript 用顏色判斷也可以 那紅外線的這個 我相信大家家裡面應該也常看過對不對 人來的時候會開燈 那超過一樣 那麼它這些元件啊 其實都跟 如果您曾經玩過Arduino 都是跟那個元件一樣 所以您在一般像電子界啊 都可以買到相同的 都可以拿到相同的元件 那這個就是光明電阻 那這個就是光明電阻 我們的Smart上面已經有內建光明電阻 所以就可以用 這個我相信大家 一定都用過了對不對 R-FiD 好磁扣的部分 因為你把像電梯啊 那些拆開來 這樣裡面就是一樣的 那麼 另外一個優點就是 我們Webduno的部分 因為它是網頁 所以你在行動裝置 要控制它的時候 不用安裝APP 你就可以掃描QR Code 就可以用 它就有行動網頁 就有行動網頁 那剛剛這個 也有同學在問 就要做跟網絡 做這個API界階 它就可以好像聊天一樣的 去做這些動作 因為現在你打開聊天室 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機器人 哈哈哈哈 對啊 有一些比較常見的那些問答 有時候 真的有可能是你在跟機器人講話 那 Ubduno在跟Google的整合 也蠻容易的 包括地圖 還有什麼 市場表 它都可以很輕鬆的來做 那後面這一塊當然就是跟 跟城市比較有相關 因為它 設了這樣 它都不斷的去運作 然後去爬蟲 然後達到指定條件的時候 就通知你 這是第一個 那另外呢 你往下看 像這種的 我們再做這個 好前面這個我就跳快一點了 好我們就再轉一下 那這個呢 是那個LED點舉證 這個其實也是很好玩的工具 因為熱高積木也算是大家 心裡面 小時候常常想要玩的東西嘛 長大之後還是可以玩 那你在上面要做動畫 就還蠻容易的 看一下 對 跟我們外面的LED看板都是一樣的 只是沒有那麼多顆而已 沒有那麼多顆 它總共上面是六五四顆 那它現在其實支援了這個 顯示的這個部分 LED顯示的部分 其實有支援蠻多種 蠻多種 那比較常見的是這一個 比較常見的是這一個 好那我們再往下看 這個 這個 像這個部分呢 就有所謂的 也有聲控的部分 開門 四伏馬達 開燈 紅燈 藍燈 這裡有沒有語音辨識對不對 綠燈 關燈 風車 停下來 關門 開門 好 所以各位可以很清楚知道 其實在那個積木裡面 我們就可以這樣做聲控是OK的 待會兒你也可以試看看 不過我跟你講 等一下你試的時候 有些人你會發現 你的電腦好像比較不聽話 好 我寫一篇部落文章 我告訴你 為什麼你都會不聽話 好吧 OK 我們再往下看 這裡 那這個他就真的把它 應用到什麼 就是我們的那個 像很多學校有沒有做那個 建築的模型 這個是真正把它做到上面去的 大家好 大家好 這是利歐WebDino 所做出來的 智慧防護模型 影片裡 我們透過一個簡單的網頁 就可以在手機上 控制家裡 電燈 窗簾 或是大門開關 甚至接受室內的文實度 同時 我們也可以透過不同的裝置 例如電腦 平板 監控家裡所有的電器狀態 以這個例子來說 綠燈就是打開 紅燈就是關起來 此外 通過IFID 磁卡 我們可以一次打開所有的電器 或是出門的時候 冷燈 關燈 關門 只要刷一下磁卡 就可以把所有的電器 與大門關閉 在網頁的資料庫裡 也會記錄是哪張卡 在哪個時間 做了哪些事情 我們剛剛那些動作 它是可以其實 你可以跟真正資料庫作結合 也可以跟我們的什麼 示範 好像我們要記錄溫濕度 對不對 這就很單純 當然是生活 更加便利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一下 這個就不用了 我怕各位會受不了 你就有興趣再自己看一下就好 好 這樣簡單介紹之後 應該對WebDuner 稍微比較有點認識了解 對不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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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